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面对经济成长衰退还有国内的产能过剩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3年提出了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 所谓的一带呢指的是陆地上的丝绸之路经济带 那么一路指的是海上的丝绸之路 总计涵阔有全球60多个国家三分之二的人口 简单的来说就是一个横跨欧亚非的多国经济合作理念 那么要能够在这个投资上呢抢占先机 我们首先要先了解它沿线的发展特色 今天节目我们就先从其中的一带也就是新疆看起 那么新疆呢拥有长达5600公里的边境线跟八个国家接壤 优越的地理位置呢自然是东连西出的最佳窗口 不但在霍尔果斯口岸成立了中哈边境合作中心 免税力度之大前所未见 同时也在首府乌鲁木齐打造了极客货商贸与一体的交通枢纽 今天节目一开始就先请您跟着我们的采访团队 大家一起前进新疆 一热酷暑烈日当空 等着入境的大小货车大排长龙 仔细瞧上头挂的都是哈萨克车牌 霍尔果斯距离哈萨克最大的城市阿拉木土 仅378公里 也让这里成为中哈边境上面最重要的贸易口岸 哈萨克山的边境 归在新疆西北的霍尔果斯 早在隋唐就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驿站要塞 1881年中俄签订伊犁条约后对外通商 如今是大陆连接中亚 俄罗斯 甚至是欧洲的桥头堡 口岸一年是两千四百多万吨的一个过货量 人流量的话是达到了一百七十多万人 一天满四五千五六千 这一头中亚俄罗斯来的红酒巧克力 琳琅满目 价格只要市售的二分之一 很受路客青睐 那一边则有哈萨克商人最爱的3C产品 国标是三叉 国标就是双元 春江水暖压先知 朱宏毅是这家商铺的老板 凭借敏锐的商业嗅觉 三年前飞越一整个大中国 从广州到这里卡位 每月营收上看百万台币 中国需要它的资源能源 它需要中国的一些日常用品 生活消费品 它是这样 就是各取所取 不管它一带一路还是一带两路 最终的一个问题就是要汇聚百姓 自诩是大陆一带一路战略中 丝绸之路经济带西进东霄的大门 霍尔果斯在边界两侧 特许划出5.28平方公里的边境合作中心 免税力度之大 千所未见 我们这里是每人每天可以带出八千 海南的政策是什么呢 每人每年如果是本岛居民 可以有一次机会 说起霍尔果斯进出口名单上的交客 非他莫属 头戏警告 体态修长 不发清零而优雅 实书记载日行千里的汗血宝马 耀然眼前 所谓汗血宝马 其实也是因为它的这个特殊的生理构造 因为这个马皮薄毛短 那血管清晰可见 汗血马身价不凡 千万台币起跳 当然得好生伺候 光是一天的草料前 就得吃掉一千块台币 生活作息还有专属马师细心呵护 摸油 抠体 洗马 剪毛 很多很多 这个坐落乌鲁木齐的汗血马展示基地 瞄准大陆千亿台币马术市场 09年起从土库曼 俄罗斯陆续引进160多批 对一带一路带来的便利很有感 把原来古老90年代 对俄罗斯马皮检验的标准 改成了2014年 对荷兰的标准 拿到新疆使用 因为原来的检验标准严格 现在荷兰的标准 要稍微宽松一点 我觉得这就是进步 新疆边境线长达5600公里 与八国接壤 有17个国家一类口岸 地理位置优越 但想成为一带核心区 紧抓国内外市场 基础建设的互联互通不能少 都说想要赴先修路 未来整个高铁网路修建 在2020完成之后 从北京到乌鲁木齐 只要短短十几个钟头 正在建设中的乌鲁木齐 三铁枢纽站 占地十万平方公尺 投资超过百亿台币 规划吞吐量 一年三千七百万人次 当日最高可达二十六万 但仍变齐行更要豁唱齐流 桌烟打通俄罗斯物流大通道 去年三月西行中亚的国际货运班列 从乌鲁木齐首发 截至今年七月 以累计开通九十六列 拉运超过四千个货柜 这个班列和海印相比 有安全准时 特别是时间比较快接 过去我们往阿拉姆土走了 可能要走四多天 现在就是两天半 建铁公路进出口岸 铺石油天然气管线 大陆经济下行 内需乏力 面对国内产能过剩 向西找出路 行乡打击域 力图重振思路的繁荣盛景 在大陆一带一路的思维当中 不只要拉动跨国经贸合作 同时要发展文化交流 而其中旅游就是重要的一环 根据最新公布的一带一路 建设愿景与行动 就强调要加强旅游合作 提高沿线各国游客 签证的便利化 而新疆呢 不只拥有壮丽的自然风光 还有独特的少数民族风情 那么这些旅游优势 都让当地的业者 各个摩拳擦掌 准备大展身手 掀起新疆的盖头 一窥维吾尔风情 你可以从喀赞起出发 乘坐铺着花针的哈迪克 伴随搭搭马蹄声 在色彩明亮杂容欧亚元素的 维族民居中穿梭流转 或者选个人家 停下车登门拜访 没有到过这种西北 然后这边的异域风情 确实挺让我印象深刻的 喀赞起在维宇中 一直注锅匠 过去这里是伊宁的铁器市场 经不住城市变迁 一度沦为贫民窟 无人问问 反倒保留下不少老建筑 成了观光新资源 敞开家门做生意 卖艺品 搞餐饮 游客入内参观 很少不买单 当地政府投入1.2亿人民币 进行街区诊治 享用独特真实的风土人情 让老区活起来 那旅游收入呢 旅游收入是应该是在 我们的计划是要达到150万 听维族老人弹一曲《都塔尔》 看维族青年武艺场塞拿姆 时而热情奔放 时而曼妙阿诺 像这样的表演 忘记时一天得来上七八回 二十岁的买耳蛋从不喊累 舞蹈科班出身他 毕业后去了上海 看好一带一路 才在去年回到老家 四千多左右吧 那其实跟在上海比起来呢 还是少一点 还是在这边少一点 这边少一点 但是上海生活压力太大 就是 成本太大 消费大 思路风光正好 根据大陆最新公布的 一带一路建设愿景与行动 强调加强旅游合作 提高沿线各国游客签证便利化 有了政策背书果然奏效 光是今年上半年 新疆接待中外游客 超过一千六百万人次 创收达两百三十亿人民币 各大景区一扫恐攻阴霾 人气回温 即便是远在大山深处 像欧洲一些地方吧 要大气一点的那种 风轮叠障葱脆脆 山坡绿草如荫 蓝天白云道运湖中 更添水色斑斓 宛如人间秘境 要把新疆建设成为 这个丝绸之路 经济带上面旅游的一个集散地 那我们卡纳斯景区是新疆的会客厅 2012年我们是达到了百万人次 今年我们有望超越2012年 卡纳斯湖隐身新疆最北端 阿尔泰山密林州 有东方瑞士之称 近年来随着旅游开发 市居湖畔自称是 成吉斯汗后裔的图瓦人 也悄然改变了生活方式 不再放牧牛羊 改与游客共舞 昔日折风避雨的传统木屋 开放家坊 工人体验民俗 去年是一天是平均肯定要 接待最多的时候 接待三到四百个人 今年是平均是六百个人 没下来过 去年的话 我一天可以挣到一万左右 那今年不就是翻译一倍了 差不多 赤纳尔在马背上长大 十多年前从卖纪念笔开始 投入旅游业 如今游客多了 家富起来了 乐见一带一路带来商机 却也添了份担忧 我最担心的是 我们的环境会不会污染掉 我们希望把这个环境 慢慢地暴行下来 我们下一代下一代 再可以想说 这个那么好的整四 这样好的环境 既要绿水青山 又要金山银山 如何在发展旅游 与维护生态中取得平衡 是新疆的美丽哀愁 讲到金山银山 大陆今年最热门的 另外一个话题 就是股市 一年来高潮跌起 从两千多呢 飙到五千多点 然后又正衰下来 跌破了三千点 根据统计 目前大陆炒股可以说 全民运动 股民至少有一亿人 连80后90后的 青年大军也加入 在上海著名的马路 股市沙龙 堪称是股市晴雨表 每到周末假期 聚集了数百位的股民 大家在这里交换讯息 而股市大起大落 也联动到房地产 那么接下来这个报道 我们就来看看 大陆这个 今年最戏剧化的地方 这一年全大陆 最戏剧化的地方 就在股市 六千多低下来 低了都套牢 高解放又套牢 不是说天天向上吗 不是说天天向上 冲动魔鬼 你们不要追整 大叔大妈赔老本投资 好心痛 也有人逃过一劫 所有的资产股票 什么资产都抛售了 变成现金 然后把那个现金 看到比较合适 海外的我的目标地 上证指数从去年底 两千多点狂飙 时隔七年后 今年六月再度冲破 五千点大关 但随后惨跌 A股一度在短短三周 市值蒸发 约十个希腊的GDP 新生代炒股大军 也惨遭套牢 连续已经跌了好多天了 所以就是看的时候 还是会很揪心的 二十六岁的Viva 还没上班 先关心股票 他在朋友怂恿后 首度下海炒股 没想到 我可以说是 在最高的时候进入的 然后进去就一路狂跌 所以我当时 我跟那个朋友 以后不要再做朋友了 Viva主持演戏有一套 炒股却成了受灾户 超底超底超到将近二十块 最惨的时候就跌有六万块 将近 他坦言 炒股连开盘时间都不清楚 全听小道消息 现在只好努力赚钱 现在天气特别地热 有时你要站一天两天三天 就是晒得脱皮 才能够把这钱给补回来 可能也是要一两月的时间 中国结算数据显示 目前大陆A股账户数 有1.98亿户 如果按照每个人 都有互生股市账户计算 等于超过1亿人在炒股票 80后占6成2 外媒惊叹 大陆已经进入 全民炒股时代 每个人把这个有弟弟 有弟弟有妈 有高低有报 74岁的王阿姨 一开口就被20多个大叔包回 她可是另类股市名人 我九几年赔钱 赔到333的时候 我人发神经病了 钱都赔光了 他上东方就没了 他1986年起投资股市 曾月入百万 也曾一系破产 每天花4小时以上研究 连台股都不放过 每一周的功课 在什么指数上面 看好 什么指数下面 看坏 为什么我讲得很早 就是可以去台湾的操作市路 台湾的开讯 台湾的清算方法 大师激动开讲 令上海广东路附近 每逢周末就挤满上百人 多数是五六十岁老股民 最近也出现90后 听到别人说炒股很赚钱 所以说也进来试一下 花了四万块钱 上了两天的课 这里是上海著名的 马路股市沙龙 有20多年历史 起源于上海历史最悠久的 深移万国证券 黄埔营业布 还有人大卖发财密集 有老兄专卖巴菲特系统 标榜一分钟巡汇 一套五百块台币 巴菲特系统呢 切点就是逢地买建 逢包抛车 我会想买这个 这是个工具嘛 要想做这个就要 要有个工具 好的工具 才能赚钱对不对 是输出来的 我不是赢出来的 大叔 那你付了多少学费 新房子没有美 还是破房子 所以有没有到上 近百万这样的学费 那肯定超美的 四月份 五月份的时候 每天整个一两百点 一两百点 一下子就涨到五千多点 那就是 他也太不挣扎了 套房住怕了 部分投资人也学会 别把鸡蛋全放一个篮子里 这边徐家会的话 离地底大概多近 足够大约就五分钟 他们负粮投资股市 一度百万老本被套 趁股市回涨 任陪杀出 房子它不会像股市这样 大起大落了 而且朋友都在看 那所以我就想 这个时候反正股市 也已经被套了 所以我就过来看房子了 我大概只有二十多了 那朋友从几百到几千的都有了 上海近半年来 四千万台币以上的豪宅成交量 竟然暴增五倍 成交量从二月的不到一百套 成长到六月的四百九十七套 足足成长的五倍之多 依据研究院数据显示 今年五月 大陆三十个城市总成交量 创六年来同期新高 业者分析跟股市联动性大 大部分都是从股市这边获利了解 但是居安思维 然后把资金引导到房市这边来 老股民说 投资也好 投机也罢 都别让股市震荡 堵要人生 说到人性 不止科技来自人性 成功与否的关键呢 往往也就在人性 接下来这个报道 要分享几个 因为抓到人性 而成功的例子 其中有台大毕业的年轻女孩 百万台币游场上海滩 还有80后团队 推出了鲜果之饮品 标榜市场差异化 严格把关加盟者 目前月营收 上充千万台币 西游怎么卖 这是哪个国家的 获比三家不吃亏 行然的一天 从挑水果开始 刚开始来都没有人 所以每天都要跑 比个二三十家的商家 35岁的Allen 不是水果批发商 而是连锁饮料店创业者 带领平均二十多岁的 台湾团队闯上海 煮到沸腾 然后让它沸腾以后 要赶快保温 让它才可以熟透 才会Q Polly细心调配红糖 黑糖跟水的比例 来煮粉圆 圈住消费者 一个礼拜大概喝了三次 我有一次在这边一口气 买了十几杯 珍奶刚做完 就忙着做五种水果合一的 鲜果茶 他小说 光继配方就熬夜好几天 在这边备饮料 备了大概三十几只饮料 整整花了三个礼拜才备好 那比当学生的时候 压力还要大 另一头 25岁的帅哥 退伍后 直接来上海当店长 在台湾市场 饮料市场是比较饱和的 那如果过来这里的话 其实在开店什么的 我可以自己投资 他一天占十二个小时 不显苦 最不适应的是客人 他们有些人会 钱的话会用丢的 那其实一开始的话 当然会心里会有不开心 那奇怪 怎么会有这么不礼貌的事情 那其实这都是一些 生活文化的一个问题 他说这边服务态度蛮好的 那自己来看一下 我也是做服务行业的 监管台市服务亲切 但大陆饮料市场竞争激烈 光商场同层楼 就有十多家饮料店 只要有中国人的地方 其实这种茶的市场 绝对会一直存在 是以新鲜水果跟茶做结合 然后把它带到中国大陆的市场 然后在这边有一个 比较特殊的一个差异化 不怕红海厮杀 台湾饮品照样强劲 同一年残缴千万学费 营电发展成本太高了 我们收了三家门店 投入了两百万的人民币 台湾饮料以鲜果茶跟珍奶 喝出特色 登陆三年多来 展店十八家 以每家店月营收十万人民币来算 年营收破一亿台币 控制加盟店素质也是关键 我们平均一个月会拒绝掉的对象 至少我有二十几 二十主以上 那拒绝的原因不是说 有钱 人家捧着钱 我们又白不赚 而是为了坚持品牌 粗一点应该不会太凶吧 不会因为其实粗的话 就是不要化成像中汇这样 就不会太凶 把客人当好姐妹 分享化妆配布 辣结距离 Lena从里到外 都积极融入上海 在中国我们穿这样子是很普通 我们就会成为台湾很突兀的焦点 就会有人说 大陆人来的 大陆人来的 台大中文系毕业 Lena放弃百万年薪 2011年到大陆开服装店 难道没想过电商充气吗 我从来不会想要去走淘宝的市场 原因是因为我要的客人 是在high level的 他们喜欢光鲜亮丽的感觉 他花了三个月 天天逛街 看店面 发现上海时尚女装店 最多的新乐路 锁定高端客户 发挥女汉的精神 我是用生命在做这件事情的原因 是因为我当时半年左右 是一个人开店 即便你发高烧 说到你已经头晕目选 你还是得坐在店里 因为你不坐在店里 一天就是损失将近五千块台币 再怎么坚强 也有抓狂时刻 在工人在工作的时候 在旁边监工 然后我一直催他们 他们还在睡觉 我就受不了 我就自己跑出去 然后在转角里面大哭 就是嚎啕大哭 到路人都一直在看我 Lena干脆找来好姐妹 一起打拼 她也超台的 Benny也超台的 Olivia爱喜拼 平均一年去韩国三次趟 大概五万块的薪水 大概三万多块四万块 可以拿去买衣服 然后那时候这样子 估算一下都可以开店了 她把兴趣变职业 精选韩风高档货 结合台湾清新风格 与其说做生意 不如说交朋友 必须要先了解他们 才可以跟他们做生意 既然我们都来到这边 当然是要做内地人的生意 而不是做台湾人的生意 我是真的在地化 因为我现在交的男朋友 就是内地男生 姐妹俩看起来像娇娇女 却比男人还要man 套句她们的话 管她红海 狼海 赚钱这东西 大家都知道 就不赚钱了 你所收看的是中天新闻 开放新中国节目 今天这期节目内容中 我们的采访团队走访了新疆 带您看这条丝绸之路的 明媚风光 以及他即将承担的经济重任 还有那些在古海浮沉的上海大爷大妈 面对暴起暴落 至今个个头头是道 另外还有几个在上海滩的冒险故事 宏观 围观看大陆 也谢谢你今天的参与 我们下次节目中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